大家好 今天我们大家看到都晚上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场摩托车比赛 大家听到发动机声音了吗 晚上摩托车比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 非法飙车地下飙车不是 今天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比赛 而且是一个慈善比赛 我转过去大家看一下 好热闹啊 今天是一场金卡纳比赛 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卡纳比赛 我们国内金卡纳也很少 我刚才在网上大致 哦 大家刚刚看到的主持人嘛 就是我的师父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之前我那三天的魔鬼训练 可以去右上方点击一下 我刚才在Facebook上面大致看了一下规则 只要100泰铢就能报名 然后报名是100泰铢一圈练习一圈正赛 然后今天应该是因为今天是一个慈善的活动吧 可能所有的收入都会捐出去 金卡纳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型的场地里面 他有规定那个路线 然后比如说像这边这个 他现在在跑的这个绕几圈 然后再到那边绕几圈 就是这个路线我觉得记起来挺难的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 拍桌子上的一个按钮 拍完以后就即使看谁的时间最短 就赢了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路线图 我看的都有点头晕了 还有这边应该是触发的地方 它绕那么多圈 那么多点 我觉得这个记录线得记好久 CRF450 就我那台300是14万多嘛 这台33万 我老婆刚才就说 就泰国人就好开心 他每天就各种各样的找开心 哇 R1 R1 看一下这边的车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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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版的那个Bag Week 我希望明年那个Bag Week可以继续举办 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金卡纳吧 我儿子的教练 今天好激动 我看那么多摩托车 对 今天是好久了 新麦没有这种摩托车活动 今天就是Bag Week好像两年都没办了 对 应该有三四年了 对 这个就有点像Bag Week的一个缩小版 我看好多摩托车 对 我今天好开心啊 对 我刚才看到Facebook上说 这个报名是100泰铢吗 100泰铢 100泰铢就可以报名参赞 但是这些报名的费 这些我们要拿去送给老师的房子 房子房子啊 对 老师 大老师的房子 哦 赶快点 来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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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好 你你们何来这个人吧 你献得点 不知 你献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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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吃有喝的啊 词曲 曲 李宗盛 其实就是随便的一个大卖场 就是我背后的莲花 莲花的停车场 就可以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哇 我看着心好痒啊 但我今天 我穿了个拖鞋 你没参加过摩托车吧 你看旁边 这旁边全是摩托车 你要参加这比赛吧 不是 我已经想看了 我是不是 那是好 好 这是第一次让我做一个节目的 我们要去看 第一次 对 这是很简单的 每个人都要做的 对 你只是100万 你真是小的 很棒 很棒 然后2月20号在青莱有一个大型的一场活动 一场比赛 从少儿组到1000cc的超级组都有 包括卡丁车 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去观赛一下 今天看了这场比赛以后 应该算一个小型的一个比赛以后 我就想到了最近韩寒上映的那部电影四海 让我很没想到一点 就是如果其他人去抨击 说这个电影不好看 我还能理解 但是好像现在说的最多的 反而是摩托车圈内的人 然后一边说那里面没有说装备的重要性 一边就在那边显摆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点太挑刺了 或者说有点过于自我审查了 就是他只是一部电影而已 然后我觉得对于韩寒来说能够去拍这样一个题材 摩托车题材的电影来说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了 我个人觉得就不要用这种 你个人的专业的知识去抨击这个电影里面 说哪些镜头不专业 哪些怎么不专业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就像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说是比赛吧 它是一场比赛 但是你按照它的规格来说 各种各样的各方面来说吧 它又不算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正规比赛 但是大家就玩得很开心啊 所以我觉得摩托车环境真的是在泰国 我感觉太好了 就我太喜欢这边了 说实话这100泰铢的报名费 真的是非常平民化啊 就像我们 我以前在十几年前参加一些比赛的话 连报名费加上那个保险费的话 都得1000多人民币一场 其实也是个很大的负担嘛 虽然那个是大型的比赛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小型的比赛 人人都能参与的话 我觉得这个参与感会更强 就是人人都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这样摩托车运动的话 普及率也会更高嘛 好了 因为它的决赛是要到90点钟 还是11点钟结束 我们年纪大了 就也撑不到那么晚了 我大致去看一下 但是我今天真的看得有点心肖澎湃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也可以尝试的去参加一次这样的金卡那 特别好玩 100泰铢就可以参加一个比赛 太好玩了 这真的是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 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按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放